慈喪絕對是一個讓大家可以充電的一個好地方 慢活、慢遊 細細的品味我們在地的一些生活的步調 再回到你的城市去打拼 慢活可以變成是每個人的一個生活態度 我是慈喪書局的板娘 我叫曹居拼 目前慈喪書局是由我跟先生一起在經營 我們是慈喪書局的第三代 當時是爺爺創立的 我在25年前其實是跟著我先生一起回到慈喪來 當時會回來的氣因是因為公公他想退休 就問我老公說 如果你們願意我就留給你們 如果你們不願意我就把它結束掉 老公根本沒有任何的 說我想一天或怎麼樣 都沒有馬上就跟公公說 不能結束我回來 不管怎麼樣 這個都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 就是這邊的人還有共同記憶吧 他們就 你說起來的話 少了一個東西 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一個回憶 那樣 當時是為了說 因為大家都買不起書 幫助在地的人 讓他們也可以不用買書 有書可以看 後來陸陸續續又有兩家書局開 可是他們以文具為主 一路以來都是只有我們有賣書 經過網路整個興起的時候 書也完全不能動 整個就突然間就下降 2013年 陳文切、文切姐她的我書局裡面 坐下來喝咖啡聊天 看著我的書櫃 她就說 為什麼每書櫃都沒有書 她就覺得很訝異 怎麼會沒有人要買書這件事情 那我就跟她說 真的 下一下真的很少 那這樣子 老婆的池上 更不可以沒有書局 如果每年要淘汰書 淘汰非常多耶 乾脆我捐給你 剛好 蔣徐老師要來做村 在聊天當中 蔣徐老師知道這件事 蔣徐老師就說 要不這樣好了 我們要不要把它變成是 名人書櫃 就變成 陳文切書櫃 講學書櫃 所以當時就是 陸武許許就有這些人的書 遊客會跟我聊很多 書的一些 買書的這些樂趣 在地的一些文化這些 我都覺得我都好值得 台東縣政府每年舉辦的光雕 大波池都會是一個點 它是在大波池邊嘛 湖面那個倒影很漂亮 所以每年 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吸引了相當相當多的遊客 進來吃上 這也是為地方 帶來不錯的一個觀光 文化處每年都會舉辦一些 藝文活動 舞蹈表演或是 講座的一些活動 蔣璇老師在台東文化中心裡面 會有一個他的新書發表的講座 也很感謝就是台東縣政府 他提供了這個一個好的場地 給我們辦理這樣的講座 每一年在這邊辦的光雕 還有熱氣球的活動 還有我們的秋收這些 其實住在台東的人都會往外去遊玩 都一定會來到池上 我覺得對我們的幫助是非常大的 希望大家來到池上都可以放慢腳步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書局可以 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漫遊漫活的客人 可以安安靜靜地進來這邊看書 很佩服蔣璇老師是 他真的把自己當池上人 他做了兩年他有出了一本書 叫《池上日記》 他那時候就很清楚 《二十四節氣》 這些農民的步調都是這麼的緩慢 那我們都市的人都是這麼快速 所以他當然就會跟我們分享說 在池上真的就是真的在生活 你來這邊體驗了之後 你可能會重新再試自己 或是說你可以有時間留給自己 跟自己對話也好 或是給自己一個空白的一段時間 台東一直牽引著我 一直叫我去 我可以下午去吃飯的時候 我就去田邊走走 不會一直處在一個很緊繃的狀態裡面 你會慢下來去細微地觀察 每一個在你身邊發生的事情 不管是人、霧 你會對他有感覺 是會持續地一直留在池上 然後應該也沒有辦法再回到城市那樣子的生活了 我也希望大家來到池上都可以放慢腳步 細細地品味我們在地的一些生活的步調 一些生活的習慣 再回到你的城市去打拼 慢活可以變成是每個人的一個生活太多 你們在地上 我們在身邊 你會不會做到的 我們在水平